我问道 刚才可有人走进来 那两个鞋匠互望了一眼 道 有人来 那就是你了 先生 我猛地省悟道 我可能给顽童欺骗了 顽童的顺手一指 我变信了他 那当真可以说是阴沟里翻船了 我尴尬地笑道 对不起 对不起 一面说 一面退了出去 其中一个鞋匠 望着我的鞋 道 先生 你的鞋跟天了 要换一个吗 我并没有在意 只是顺口道 不用了 我正开始转身向门外走去 只听得两个鞋匠 打了一个喝歉 我心中正在同情他们辛苦的工作 但是 也就在此际 我突然感到 已有人到了我的身后 我背后当然没有长着眼睛 而我只能够觉察到 有人眼到了我的背后 那是一种直觉 是我多年冒险生活 所培养出来的一种直觉 我连忙手臂一缩 一肘向后撞去 我听得了哀忧一下声音声 显然 也到我身后的人 已被我那一肘重重地撞中 而我也犯了错误 刚才我感到身后有人 但是我的直觉 却未能告诉我是几个人 就在我一肘撞中了一个人之际 我的后脑 也重重地着了一下 用来打我的 似乎是一只大皮靴 如果换了别人 后脑上挨了那样一击 一定要昏过去了 但对我来说 那却只不过令我怒气上升而已 我一个转身 本来准备立即一牙还牙的 可是 我心面急转 想到了我不知跟踪我的是什么人 而这一方面的人 竟然处心积虑 在这样误会的地区 派人伴着斜降 作为联络员 那当然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组织了 我何不趁机炸作昏倒 以弄清他们的底细 我主义既定 便索性装得像些 面上露出了一个古怪的笑容 身子一软 便倒在地上 果然 我看到一个鞋匠 用来积我后脑的 乃是一只长筒大皮靴 那两个鞋匠 这时站直了身子 竟是一个身子极高的大汉 他面上的皱纹 自然是化妆的效果 另一个鞋匠的身材 可能不在他的同伴之下 但这时他却在打滚 捧住了肚子 哎呦之声 不绝于耳 我刚才的那一肘 至少他要休息七八天才能复原 站着的鞋匠扬了手中的靴子 向我走来 身足在我腿上踢了一脚 我仍然一动不动 他向另一个人喝道 饭桶 快起来 那人皱着眉头 捧着肚子 站了起来 仍是呻吟不已 那鞋匠迅速地关上了门 他们将我拖到了后院子中 放在一辆手推的车子之上 然后 再在我的身上 带了两只奇臭难闻的麻袋 而且 又在我的后脑上 重重地敲了两三下 为了弄清他们的来历 我都忍着 反正我记得那鞋匠的面目 不怕将来不能连本带立 一起清算 我觉出自己已被推着 向外面走去